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二是由于劳损引起的 如果外伤引起的极性疼痛 我们认为如果是单纯的额足眼 或者内侧妇人带的一度损伤 可以通过打封闭 封闭就是用一个激素的药 一般来说是强敌松龙加蒂多卡因 进行局部注射痛点封闭 我们这里讲的封闭 不包括关节腔内注射玻璃酸纳 通点封闭以后 多数病人可以得到立刻有效的缓解 我们建议一般只打一次 最多打两到三次 间隔时间要一周以上 病人如果打了封闭以后能够缓解 也可以证明就是内侧妇人带损伤 或者是额足眼 如果说得封闭以后 病人不能得到缓解 我们认为一般不是炎症 对于一些结核感染 肿罗的病人是坚决不能打封闭的 对于膝关节慢性疼痛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